另外這兩天大家都很關心的一個議題 那就是在戶外 是不是有一些相關的一些戴口罩的一些 除外的規定 那第一個我們還是強調 基本上我們還是外出 戴口罩 這樣的一個基本的 對一個基本的要求 是還在的 可是在有一些例外的情形可以免於戴口罩 但是還是要有社交距離 不說在這些區域裡面就可以群聚 就可以都不戴口罩 基本上的要求是在這些特定的戶外活動的 裡面 那沒有人的維持社交距離以上 那空曠的地方就可以不用戴 是可以不用戴 不是應該不用戴 那我們從10月5號起 第一個針對農林漁木工作者 漁空曠處 如田間餘溫山林工作 那無需戴口罩 那唯一還是要戴著 身上還是要戴著一個口罩 萬一有人來了 互相有一個人 互相會有接觸的時候 那還是要把口罩戴起來 然後第二在 山林 山林的區域海濱的活動 無需要戴口罩 那應該隨身戚戴口罩 以他人保持社交距離 那山林裡面 是含這個森林遊樂區 那這裡面還是注意是在空曠的 在空曠的區域 那可以不用戴 那第二個當然是在主管機關另有規定 一起規定來辦理 因為各個地方 每個地方都有他的一個不同的 主管單位 那原則是在空曠區域 保持社交距離 在這些區域裡面可以不用戴 那現在的規定持續都在延續 並沒有在其他地方都目前沒有更動 好 那以上我們先跟大家報告到這裡 那有問題可以提出來 部長 還是想請教一下 口罩政策放寬 是什麼時候決定的 是原本就有跟專家討論 過 要在這個時間點來做宣布嗎 還是是政委 張錦森公佈的和部長您的對話才臨時決定 要開放的 那另外一個問題是想要請問說 現在很多場所都不需要梅花座 但關於宗教聚會 的指引一直沒有更新 想請教宗教聚會 是不是也可以解除梅花座 謝謝 好 基本上當然所有的這些相關的戴口罩 政策也好 或是我們這所謂的防疫的政策 都不斷的滾動式的檢討 那這些規定當然是因應現在的一個 大家 戴口罩強制的規定也蠻久了 那第二 近來的 疫情也相對的穩定 那經過中秋節這段時間的一個流動 那到目前來講 疫情仍然維持的 現在是相當的 好 所以陸陸續續會有這些開放 像明天我們仍然會都有一些 在一個 等於是一個行業別的地方 會有另外的一個新的規定出來 然後第二宗教的活動裡面 本來是明天 這個部分明天我們會一併來做說明 謝謝